《历代之上》第十七章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 对先知拿丹说 看哪 我住在香伯墓的宫中 耶和华的约柜 返在帽子里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神与你同在 当夜神的话临到拿丹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 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 从这帐幕到那帐幕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地说 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伯墓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 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逝尸 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兽数满足 归你列祖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建造殿余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 我却要将他 永远建立在我家里 和我国里 他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拿丹就按着一切话 照着末世告诉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神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神啊 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 要应许你仆人的家 置于久远 耶和华神啊 你看顾我 好像看顾高贵的人 你家与仆人的尊荣 还有何言可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耶和华呀 你行了这大事 并且显明出来 是以你仆人的缘故 也是照你的心意 耶和华呀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无神 世上有何名 能比你的名 以色列呢 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 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名面前 行大而可畏的事 驱逐列邦人 显出你的大名 你是以色列人 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 耶和华 也做他们的神 耶和华呀 你所应许仆人 和仆人家的话 求你坚定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你的名 永远坚立 得尊为大 说 万君之耶和华 是以色列的神 是治理以色列的神 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建立 我的神啊 因你启示仆人说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 所以仆人大胆 在你面前祈祷 耶和华呀 唯有你是神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 赐给仆人 现在你喜悦赐福 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耶和华呀 你已经赐福 还要赐福到永远 第十八章 此后 大卫攻打非力士人 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 加特和蜀加特的村庄 又攻打摩押 摩押人就归服大卫 给他进贡 索巴王哈达利谢 往柏拉河去 要坚定自己的国权 大卫就攻打他 直到哈马 夺了他的战车一千 马兵七千 步兵二万 将拉战车的马 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达利谢 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 给他进贡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他夺了哈达利谢臣仆 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又从属哈达利谢的提拔 和军二成中夺取了许多的铜 后来 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 铜柱和一切的铜器 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达利谢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 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利谢 原来陀乌与哈达利谢常常征战 哈多兰带了金银棚的各样器皿来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 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 摩亚 亚门 菲利市 亚马利人所夺来的 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西鲁亚的儿子亚比筛 在严谷击杀了以东一万八千人 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附他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名秉公行义 西鲁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萨都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 做祭司长 沙维莎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同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 第十九章 此后亚门人的王拿霞死了 他儿子接许他做王 大卫说 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霞 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使者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 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见哈嫩要安慰他 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的臣仆来见你 不是为详查窥探 亲父这地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 胡须剔去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 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绝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涨起再回来 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一千他连德银子 从米索波大米 亚兰马加索巴 鼓战车和马兵 于是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 他们来安盈在米底八前 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 聚集交战 大卫听见了 就差派约亚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 约亚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 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亚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 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 约亚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约亚面前逃跑 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约亚的兄弟 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亚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哈达利切的将军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 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 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 亚兰人就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的人 四万步兵 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硕法 主哈达利切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 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兰人了 第二十章 过了一年 到猎王出战的时候 约压率领军兵毁坏亚兰人的地 围攻拉巴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约压攻打拉巴将成亲父 大卫夺了亚兰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 旗上的金子重一塌连得 又牵着宝石 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 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将城里的人拉出来 放在巨下或铁爬下或铁斧下 大卫待亚兰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后来以色列人在基瑟与菲利士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戏派 菲利士人就被制服了 又与菲利士人打仗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 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基轴 又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 手脚都是六指 共有二十四个指头 他也是伟人的儿子 这人向以色列人骂赠 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 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赶紧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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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